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边赶集 我去买东西了 这一袋是盐杜金 还挺贵的 这一包就要240了 我准备炖鸡汤 因为今天大儿子要去学校了 然后婆婆说家仓 要吃鸡肉了 这袋是牛肉 然后这个是活手瓜 我们现在要去炖鸡汤了 先放水 婆婆很疼孩子 看大儿子要去学校了 立马又安排一只鸡 这是生姜 今天也降温了 我们都穿了外套了 这鸡看起来比较小 是还没下蛋的鸡 是还没下蛋的鸡 就很适合婆婆孩子吃了 这个是鸭肉还是鸡肉 鸡肉 今天吃 衬ierten鸡肉 1个 咸 2个 盐 米酒 1个 先煮幾分钟 1个 3个 盐肚筋洗干净 开水 今天吃豆子还有活手瓜 然后现在太阳出来了 有点暖和了 昨天还很热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分好大 然后哇没穿外套 感觉手臂好冷啊 这次大儿子要去学校 到一星期才回来 其实刚开始我们就 感觉特别不适应 然后现在已经一个月过来了 慢慢也适应了 刚开始他去学校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的想他 现在还好 我看不过比较好 这豆子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然后是今年最后一次采摘 这个豆子已经挖掉 种其他菜了 鸡汤好了 牛肉炒和索瓜 今天的牛肉还是一斤五十五 生姜 这个不贵今天买一斤一块钱 但是挺好吃的 我们前几年有种植 这几年都没种 然后每一年都会去街上买几句子 把这个壳挖掉 把这个壳挖掉 和索瓜有点黏 然后泡水 鸡汤 胡椒 淀油 淀粉 鸡汤 鸡汤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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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饭了 吃吧 好好提个骨头 吃蛋糕 吃蛋糕 鸡蛋 鸡蛋 可以和辣椒 骨披辣椒 太好吃了 这个不肯好吃 没啥味道 他们要吃不ard 鸡蛋